我是提莫 然後我現在是那個PTT的活動站長 然後我今天要來介紹的題目叫做那個PTT不能亡 好 那沒有準備投影片 不是因為沒有準備 是因為臨時出了一點技術上的問題 好 那個我們最近你打開新聞可能或者是 在媒體上或者是在社群軟體上面 可以看到說有人希望我們關掉 就是把BBSPTT關掉這樣子 對 那其實經常都聽得到有人希望我們 就是不要再開了 就把整個站做一個關閉這樣子 對 那當然我不是這麼希望 就是我希望它可以有一個很好的 持續提供服務的方式 以及它可以繼續貢獻這個 這個社會 這個社群的一個好的正向的作用 對 所以我們在GTV就是經常的體驗 或者是我們待在這邊也好一陣子 那很歡迎新朋友 主要這個案子最終的目的是希望 社群越來越好 然後我們有一個線上 自由開放可以討論的空間 然後大家的意見可以被看見 然後可以促成一些 像我作為活動部 我是經常在辦公益性質的活動 不管是去 關納或是一些 就是跟社會有關公益相關的 的貢獻這些 我們都會持續的進行 那我希望這專案 它有好的地方 它可以被看見 然後我們怎麼幫助新的PTT以及BBS 進入一個 就是大家覺得可以改善不良的假訊息 然後降低歧視偏見以及一些仇恨的言論 那這做法 我希望大家有時間來找我 然後我們一起聊聊討論一下 對 那我今天會在會場後面 那很歡迎大家就是 不管你有什麼想法 都帶過來 然後我們一起討論 分享 謝謝迪墨